一般小说改编的影视剧经常会被一些原著粉吐槽说毁原著 但偏偏却有人打破了这个魔咒 很多观众称赞他演的比原著好 这个人就是钟和良 小说影视化其实就是想换一种形式重现在大家眼前 小说有小说的优势 那就是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 毕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你心中的主角长成什么样 可能跟别人想象的不同 而影视化之后 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了他固定的面目 不管跟你想象的一样不一样 反正他就是那个演员的长相 想象总是跟现实有落差 所以总会有原著粉跳出来说某某演员不合适 但是钟和良却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大家 很多看过爱你是我最好的时光 这部小说的人都认为钟和良的宁愚圣 比小说里的人物还要好 小说原著是爱你是我最好的时光 非我思存所著 改编之后的电视剧名字是今生有你 剧中的宁愚圣被原著粉称为孤独王子 他从高中起就爱上了谭静 两个人从大学时期开始谈恋爱 宁愚圣为了谭静气伤从一 后来他出国读书 谭静便等他 两个人一直用英文通信 大二那年 谭静去比利时找宁愚圣 两个人在那里举行了只有两个人的秘密婚礼 可是大三的时候 谭静家里出事 谭静提出了分手 并且对宁愚圣说 从来没有爱过他 受到情伤的宁愚圣精神崩溃 一度要靠药物治疗 他虽然是心外科的大夫 却治不好自己 七年来他一直活在那段感情里 根本走不出来 为了让自己更贴近这个人设 钟晗良减了十八斤 而且剧中的他 总是一副生人物净的疏离感 这种疏离跟以前他塑造的何以称不同 何以称是高冷 而宁愚圣是疏离 他总是一副淡淡的模样 即便是笑容 你也能从中读出他的苦涩感 可以说钟晗良从一出场 这个人设就立着了 怪不得大家说 他真的就像是书中走出来的宁愚圣 在《今生有你》中 钟晗良用了原声台词 这在他以往的影视剧里极少见 因为他的声音带着一点港台枪 虽然平时上节目还可以 但是真掉在电视剧中出现 确实有一点挑戏的感觉 所以电视剧一开播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败笔 而且钟晗良应该也没有特别精细训练 他的配音有的地方是有一点点瑕疵 不过越往后看 你越觉得钟晗良用原声配音 绝对是一大亮点 男主角钟晗良一口港谱 把嫁给那个姓孙的 说成炸给那个姓孙的 满脸愤恨深情 语言上却又非常爆笑 反差效点失足 一时之间这句 炸给那个姓孙的 成功让很多人进入爆笑循环 剧里有狗血 有好科的虐恋设定 是男女主青年时期 因为上一辈的恩怨和误会 而含恨分开 女主怀了男主的孩子 却一直没有告诉他真相 另找他人假结婚 多年之后 彼此深爱的两人对峙 男主情急之下质问 炸给那个姓孙的 真是又虐又狗血 又好科又好笑 第一点 口音设定的背景融合 局中钟晗良帅的男主角是男方人 特意强调了普通话不标准 因为由此设定 演员不自证腔原的发音 非但不畏不合理 反而成了意外特色 从必然跟脸角度而言 这也有助于摆脱 千篇云绿配音的格式化模式 这并不是说配音演员不专业 相反他们很专业 但是偶像剧数十年中 长期被几位大配音演员制霸 观众听来听去 换汤不换药 常年让人觉得 是在听某几位配音演员 随意组合搭配谈恋爱 这样的背景下 原生显得越发稀罕重要 一早就有行业前辈强调过 原生不值得夸奖 原生是演员应该做到的 基本要素之一 但长久以来 因为大量空有流量 没有升台行表 专业训练的爱豆进入剧组 导致了原生台词越来越稀缺 尤其是在批量素食化生产的 偶像剧领域 周汉良的问题倒并不在于 他演技不好 台词不行 而是语言隔阂 众所周知 周汉良母语是粤语 大湾区生人 普通话不标准 这次难得给男方设定 能让他原因充演 让角色表情和声音里的情绪 完全一致 是很值得效仿的一步 第二点 意外的特色偶然笑点 从偶然性的角色来说 特色发音有时候 又可以伸出意想不到的笑点 比如周汉良这句 炸给那个姓孙的 剧组在收音 录音阶段 大概率没有特别注意这个炸字 否则大概率会纠正演员的发音 但情绪饱满 发音错误 反而生发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各路言情偶像剧中 男主不论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都一副标准播音枪 而如今周汉良 炸给那个姓孙的 这句话出圈 恰恰说明 发音不标准 有方言特色 反而可能是加分享 当然炸给那个姓孙的 这句话能出圈 归根结底 还是狗血 但好磕 所以越看到后来 你会越觉得 周汉良的原声配音 是本剧的一大亮点 周汉良能够得到 大家的认可 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他的演技 他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也选取 几个经典的镜头 来说一说吧 谭静去医院陪萍萍 结果自己发烧了 他一个人去下面书页 睡着了 女生正好看见了 便打算把他送回去 两个在车上无言 聂宇胜问谭静 你爱过我吗 谭静回避这个话题 说你当我恨你好了 聂宇胜说 很多时候恨就是因为爱 你爱过我吗 谭静不回答 此时他眼里也是含着泪水 为了不让聂宇胜看到 他的侧身对着车窗 聂宇胜愣愣的 盯着他的后脑勺 那种既渴望得到答案 又害怕答案 不是自己想要的感觉 就在空洞洞的眼神里 他说了句下车吧 然后一滴泪就落了下来 中华梁控制眼泪的能力满分啊 他的泪水总是能恰到好处 还有一个镜头 就是他把谭静送到酒店 帮谭静脱外套 想让他好好睡一觉 人在脆弱时 总是有些贪恋温暖 谭静抱住了他 于是他也热烈回应 可是谭静说了一句 你有你想要的 我也有我想要的 女生就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谭静 泪水从眼中一滴滴落下 让你感受到他心碎的声音 最经典的镜头 当然是他知道 平平生蛋的儿子之后 去找谭静 然后拉着谭静的一脚哭 那段哭戏从抽气 到崩溃大哭 弹入感十足 更有趣的是 第二天他在谭静家里醒来 有那么一瞬间他是懵的 或许那一刻 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后来他真的醒了 嘴角有一点点笑意 周汉林的表演是非常细腻的 他最擅长的 就是利用面部微表情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更重要的是 他对每一个角色都是用心的 不是城市化的演出 而是把自己的感情 融入到每一个角色中去 所以他演何以称 就是何以称 他演念余胜 就是念余胜 一点也不出息 所以友谣们觉得他演的咋样 欢迎留言讨论哦